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大家再收看小A的戰地4武器推薦視頻 今天我想推薦給大家一把武器,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我相信你們一大部分人整天都在用這把武器,那就是俄軍的AEK971 嚴格來說,今天這個視頻不能說是推薦這把武器,只能說是對這把武器的一些討論 我想做這個視頻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我發現很多玩家在玩遊戲的時候被這把武器打死的時候就一直在吐槽 說AEK是把菜鳥武器,只有菜鳥在用這把武器,那麼對這一點呢,我有其他的看法 那麼第二點我想討論的就是射擊頻率,更詳細的就是說你每點一次你的槍應該打出去多少顆子彈 或者說你點一次你能保證多少發子彈能打中敵人,而且把敵人打飛 那麼首先小A來說,為什麼那麼多人我認為用AEK971 那麼第一點我認為就是他的射速非常快,AEK每分鐘可以打900發 這個射速在所有武器裡面算是非常非常快的 在禁止力每分鐘打900發,大多數時候你是先把敵人打死,而不是敵人先把你打死 當然要看這時候兩把槍的射速誰快,而且要看雙方的準性誰準了 但是大多數時候如果你自己對付你自己的話,用AEK對付一把射速慢的武器 大多數時候是你用AEK的時候是更容易在禁止力取勝的 那麼AEK在中距離和敵人交火的時候也非常準 我發現在中距離我用這把武器對付一些在中距離更擅長的一些武器 比如說一些DMR,一些半自動的狙擊槍,或者一些輕擊槍 因為我的射速快還是能取勝的 所以說AEK在近距離可以完全壓倒敵 在中距離也有一定的優勢,他的子彈也比較準 加上他的射速,我相信這些是最大的理由 為什麼很多玩家被AEK打了,打死了很多次 會開始罵那些用AEK的人說AEK是菜鳥武器 但是他們忘記AEK有一些非常巨大的缺點 那麼首先小A認為AEK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他的後座力比較高 他第一發後座力是乘3倍的 而且他陸續擠發後面的後座力往上拉是0.38 往左拉是0.15,往右拉是0.4 所以說AEK當你連射時間太久的話 你的槍明顯會往右往上跳得非常厲害 很難控制後座力 這也是為什麼我發現很少人在AEK上面裝重槍管 因為裝了重槍管他的後座力更難控制 所以說在這一點上面我認為 AEK在中距離和敵人拼子彈威力的話 因為他裝重槍管設計不是非常有效 可能在中距離對付一些射速比較快的 但能裝重槍管的武器對射的時候 我發現可能會吃虧 那麼第二個比較大的弱點就是AEK 他的裝子彈時間是比較長的 當你子彈還沒打光的時候 裝子彈還算可以 只要花大概2.6秒 但是當你的子彈通通打光了 你裝子彈要花3.6秒 接近4秒 這個已經接近了一些輕機槍的裝子彈時間 我相信大家知道AEK大多數是在近距離用的 如果你近距離打死2-3個敵人要裝子彈的時候 後面陸續又來了2個 那你這時候不是要完全依靠你的手槍了嗎 大多數的時候如果敵人也在用AEK 你在裝子彈的時候那你肯定是必死無疑的 那麼小A自己來說一下我對AEK用下的體會 那麼我應該首先說 小A不是非常習慣用遊戲裡面一些射速快的武器 因為我一般都喜歡用一些射速低於每分鐘800的武器 而且我也不是非常習慣在近距離和敵人交火 因為我的鼠標靈敏度是適應我在中距離和敵人交火 還有我在用一些狙擊武器和敵人對槍的時候的鼠標靈敏度 所以說你們會看到小A用AEK的時候 你們會發現我在有些程度是在噴 就是我沒辦法控制他的射速 我也沒辦法控制他的後座力 還有一點你們會發現就是小A每次被打死的時候 我大多數是在裝子彈的時候被打死 因為我不習慣用AEK 我也不習慣他的裝子彈的頻率 我有時候裝子彈裝的太輕 導致我在裝子彈的時候被敵人打死 最後一點小A發現就是AEK他吃子彈吃得非常快 我如果用AEK子彈打得太快 或者我裝子彈次數太多 我會發現我很快AEK的所有子彈通通被打光了 我只能用我的手槍了 這不僅僅發生了一次 這很多次我都是逼著用我的手槍去找彈藥箱 或者我去撿敵人的武器 那麼我剛才說的幾點 使我認為AEK並不是一把菜鳥武器 因為用他也需要一定的技術 比如說你一定要控制好他的後座力 你也要學會他的裝子彈頻率 什麼時候你知道你剩下來幾顆子彈還能幹掉一個點 還有什麼時候你必須要裝子彈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小A因為沒有掌握這一點 所以說我裝子彈的時間錯誤 很多時候我必須要硬著頭皮 用我的手槍和敵人來硬拼 還有一點我發現很荒謬 就是有些人吐槽AEK是菜鳥武器 他們沒有考慮就是AEK在遊戲裡面 人人都可以用 如果你認為AEK那麼牛逼 那你為什麼不一直使用 如果AEK是一把DLC武器 就是一把擴展包武器 大家需要買豪華版 或者大家需要多付錢去買這把武器 那我會說那可能AEK確實有點過分了點 確實可能給一些有錢的玩家 一個不公平的武器 但是因為AEK解鎖 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擴展包 也不需要你付任何的錢 敵人在用你也可以用 還有一點小A值得提的就是 為什麼有些玩家用AEK可以打得非常出色 為什麼有些玩家用AEK他們的比分還是負的 就是他們的死還是比他們的殺多 那這裡面還說明了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比如說他們不會跑地圖 他們就算用AEK他們也不會用 就只到用AEK到處亂噴 或者他們不知道AEK的優點在哪裡 用AEK在遠處和敵人交火 那麼在這些情況下我認為這是玩家的水平問題 而不是這把武器有多少牛逼 如果AEK真的那麼牛逼的話 那麼給菜鳥一把AEK他也可能 一下子提升到高手的這種水平 但事實不是這樣子 AEK用的人用的非常普遍吧 我相信就很多人用AEK 那麼為什麼有些人用AEK用的很好 有些人用AEK用的比分還是比較平均的 那我相信裡面肯定還有技術成分的吧 那麼在此小A就可以說 用AEK還有用一些射速快的武器的一個很大的窍門 就是要掌握好他的設計頻率 我看了一些高手用AEK的錄像之後 我就發現他們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停止開火了 或者他們知道什麼時候敵人是必死無疑了 就不需要再浪費子彈了 那麼因為他們知道怎麼控制他的子彈 還有子彈到底要打出去幾發 那麼這用AEK的時候呢 他們也可以有效的控制住 他們什麼時候需要裝子彈 他們子彈不會一直被打光了 再加上他們跑地圖好 他們的意識也非常強 用1加31發的AEK子彈 可能可以幹掉3到4個人 然後再需要裝子彈 我發現不同的射速快武器有不同的需要的射擊頻率 那麼AEK我發現一下子打出去七發 在任何距離都可以幹掉一個敵人 當然還是要看你的轉心有多少轉 那麼小A到現在還沒有掌握AEK這個設計頻率 所以說我用AEK的時候我完全非常便扭 但我發現很多高手都是七八發七八發這樣一點的 AEK總共有31顆子彈 你一下子打出去七發 你完全可以幹掉四個敵人的 這就是武器的有效的射擊頻率 每把槍都有他自己的有效的射擊頻率 如果你能掌握他 你就可以掌握這把武器 好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我知道今天這個視頻可能比較有爭議 因為我知道有些觀眾非常討厭AEK 而且也有很多觀眾非常喜歡AEK 但是我這些觀點都是小A自己的觀點 如果你們有不同的看法的話 歡迎你們在下面補充 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感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請大家保重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